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香港人的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凤枉参寵 它是中大业种 而且它的内行物非常丰富 这茶都含量很高 那么如果做成红茶应该是不错 那么我就从出这阶段就进去尝试 按红茶的加工工艺来做 没有当成的风格 但是如果按乌龙茶的加工工艺加进去 就觉得鲜味不够 那么我就结合几种茶的工艺加在一起 那么前面我就用乌龙茶的加工工艺 晒清 凉清 做清 然后这中间之后我们就采用 就早上再晒清 就热光在尾雕 那么我们就有白茶的工艺 让它的内行物质继续分解 比如蛋白质分解胺锡刷 那后面才用红茶的工艺 进行熔练花效 那这茶就变成又有香 乌龙茶的花香 白茶的鲜 也有红茶的醇厚 这款也是拼配的 这款茶是幽灵年到幽四年这几个时间段的茶净拼配 这款茶经过拼配它更能够体现它的风格 幽灵年到幽四年 这过程幽灵年的茶就软棉滑 幽四年的茶又鲜香 所以当时比例不一样 而我们每年在增加 老的茶幽灵年的茶少了 幽四年的茶相对老了又增加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批都有对照样 基本上就对照保持它的风格一样 现在闻的时候就有一个荔枝 荔枝钢果的这种香味 这味像刚才短时间这样冲泡进口 就不苦不涩润甜 还有那种就是生津 因为像荔枝钢 它酸和灰酸 就是寡酸 而不是很讨厌的 是很舒服的一个酸 而且里面也有红茶 红茶特有的那种甜香 但是又有乌龙茶里面的蜜香 花蜜香 所以这个其实是综合的 喝下去就回味 就像我们真的吃荔枝或者龙眼 吃过后口腔流的那个味道 这茶适合人群呢 我认为是女性就比较好 特别是那些白领 女性呢 她这个茶色温和 非常温和 你独自饿了 喝都没问题 吃起行不强 而且暖和 就像喝喝喝 就独自饱了 有这种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